有趣的是这群人 第一次团买的2010年 刚好就是林芝庙县长 担任罗东镇长的第一年 第二次团买是在2018年选前几个月 似乎是觉得林芝庙有机会 选上县长再次进场 成交价格一年涨四倍 他查阅的资料有少数级笔 整个保护区这群人 到底买了多少土地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那去买土地 第二次有什么人 第二次有 陈东山 刘东山五 中罗东 南罗东 林松山 林苏澳 这都没第一名对吧 陈东山 刘东山群 刘东山五 南苏澳 林松山 林苏澳 刘东山五 中罗东 林松山 林苏澳 重点是请大家看清 因为他能够查到的地主的 能够查到的地主只能够有姓氏 所有权人陈某某 所有权人刘某某 所有权人中某某 我想他在说的 这是宜蘭罗东地震事务所 所查到的公开资料 为什么这边五万块隔年就变八二十万了 针对这个G6用地 这个就是1547的这一块 这一块是G6的旗帝 对 旗关用地 这一块就是旗关用地 另外一块就是1558 1558 结果他们现在这顿人 这顿人他们很聰明 他们买到地了 这是在10000一年 我们台湾订定这个 实价登录之后 我们有可能我们未来 我们在做这个 估认審 或是说我们在 相对的一些 这些地价品委员会 要并解的时候 我们要去查 这个实价登录的实质价格 所以他们在 我们管政府G6用地 10000七年 管政府通过 政府结尾了后 他们在同一年 同一年的十月份 结果他现在 把1558里面 200几平 200几平里面 65.61平 由我们地主 我们的陈振勋理事长 他们太太钟仪杰 钟仪杰 来买林芝妙音 唐姐 林树梅 好生林文贞 到底有什么 很浪费 你们这个来报 原本就都是 列地集团的 一个生丸 你这都是列地集团 对 你为什么 你在100几七年 管政府通过 世博家卫了后 他们马上去做 一个交易的记录 对 我们因为100几一年 我们实价登录 实施了后 后面 他们很清楚 第一个平衡 这样来 虽然在 企团丁收后 他的土地会减少 企团 因为我们 现在这个 这个范围来 他未来 他就是 40%是要奔回 原地主 40% 所以他如果100平的土地 他可能存40平 对 40平而已 但是相对 他的价格提倘了 提倘了 他同样 他未来 分配的时候 他会分配到 更多的土地 他这个地方的价格提倘了 价格提倘了 哦 他可以分多少 价格提倘了 可以分多少 如果现在我们 粗布和郭家卫 有可能他们 能分配到 将近10000平的土地 他们10000平 他不是 要5千平而已吗 5千平 但是未来 你5千平 下来就存2千平 对啊 4千 4千存2千平 对 2千平 不过 因为你的价格 2千平 价格 生意说 到时候 有可能 那个地方 土地 变50万 的时候 50万 的时候 他的价格提倘了 有可能分到 差不多1万平 哇 这这么来行 奇怪 他怎么会差到30万 这不定 因为时间还不够 这也叫 可能下一手 下一手 你现在已经 给他拿出来 搞不好 他已经 已经定定 旗顶 两年之后 或是多久 还要付一个30万 其实现在已经 给他拿出来 讨论了 这很来行 所以他不是很来行 因为这个集团里面 这个陈振勋是 宜兰官 这个 仲介 房仲协会的理事长 房仲协会理事长 所以他对土地方面的 所有的细节 他非常了解 因为这堆 游信 宗旨的土地 他本来就是 比较淋散 比较淋散 他要慢慢去收工 慢慢去收工 我们前面 我们看到 一个老龙 一个老伯 出在那里 气数 东西 游先生 1500平 才买人八十几万 对 那就是东西 因为他们可能有 可能去给他游水 说 你这个土地 保护区里面 这没人可以 我们就没路由 你这个放十年 放二十年也没路由 对 他们这个要做什么用途 就这样买人 在此时此刻 2022年 附近的农地 都还是四万元的状况底下 在2018年 我刚才讲 这三个集团 互相的小孩 持有人 互相的交易 冲到一瓶二十万 对 这个部分你们要说明 是不是刚才 议员所讲的 你是为了比 到时候实价 征收的时候 你把它整个 见价的价格提高 不然你为什么 一瓶买到二十万 这是你要说明的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讲到这个1547这块 这一块 时间点更是有趣 在2009年的时候 当时是国民党的 吕国华当县长 宜兰县的都委会 在吕国华当县长 林芝庙当议员的时候 把这一块 变成是所谓的景观住宅区 那个时候内政部都委会 还没通过 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这三个集团 就进去买这一块 这块大块 对 所以 有没有可能是 你炒附近的小块 在2018年炒附近的价格 连带来带动这边的价格 这也是另外一个要追查的一个重点 那我说真的 好险后来有陈金德当代理县长 把这一块又把它改回机关用地 那这次另外一个案情 就是现在简连带来调查什么 林芝庙你一上任之后 又把这一块变成住宅区 你后来看地方 议员大家反对之后 又把它改回机关用地 你是在插附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这是两项东西 但是同一个案子 简连一起去做调查 这个1547有得漂亮 这多大 4000多坪 总共这一块 我刚才讲那三个集团 其实也只有5000坪 所以一关键真正最有利的 1547在这里 地方怎么说 叫做景观第一排 树海第一排 因为这里如果是住宅区 建起来之后 对面这里就很漂亮的 罗东运动公园 所以这块 我现在各方的评估就是 真正有利可图 最大的 其实是这块 4000多坪